麵來了 誰打給妳 陳文綺 設計又要大改了 又要改 這錢也太難賺了 賢票館的 我跟你講 這個家我用翻片 就找到這一支麵而已 但是我這個麵 除了軟硬適中 剛剛好 你看這個Q彈 再加上我獨門這樣子 人間美味 趕快吃 麵乾掉硬掉不好吃了 你再不吃 我可是找不到另外一個 再幫你煮軟麵了 對嗎 就先吃 吃飽再想 怎麼樣 滿好吃的 是不是 拜託 我可是在國外 各大知名的廚房裡面 走跳過 你還當過廚師 廚師是沒有 不過以我的智商 基本上我看過一遍 就會煮了 你也想來做過什麼 你再配一次說清楚 我的人生今天這麼豐富 我怎麼可能一次說得完 我不像我哥 一輩子失手的巧婷 失手的這間事務所 哪都去不了 你 就是他的卡比板 一輩子失手他留下來的東西 我跟仁豪才不是你講的那樣 我們有約好 要一起去看世界上所有偉大的建築 只是我們一直都在等 等工作的空檔 等他病好 現在說這些好像也沒什麼意義了 對啊 說這些超沒意義的 我們不如先想辦法度過眼前的難關 你要想想 事務所需要周轉金 然後每個月還要抽出生活費 原本還指望你爸 現在你爸連一毛都不給你 這碗乾拌麵吃完 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會盡快完成辛華的案子 但是很快就會有錢 怎麼快 你剛剛不是接到電話說要大改 說真的啊 他畢竟是你爸啊 我覺得你就低個頭 等他倒個欠又不會少一塊肉 我爸 不用想 為什麼啊 我覺得他看起來還蠻關心你的啊 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發現 我爸根本分不清楚 爸爸和老闆這兩個角色的差別 在家裡大家都要聽他的 他習慣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他根本不會去想 他那樣子做會不會傷害到別人 包括這兩次的婚姻 包括這兩次的婚姻 不是我一個人反對而已 他還不是一樣 照結 是喔 他不顧所有人的反對 然後一根結一根結 那很奇怪耶 那我們兩個結婚他幹嘛要阻止啊 他怎麼想是他的事 只要我決定要守護的東西 不管這怎麼困難 我都會堅持下去 明芭阿姨 友悅 我們已經跟巧婷談過了 她同意在家裡住 而且也答應轉學到有日的學校 繼續把高中念完 你說她全都答應了 所以你暫時可以放心了 明天你就跟姜仁傑回來一趟 去幫巧婷把副學手續辦好 好 我知道了 我們明天會過去 謝謝 怎麼樣 她答應什麼 巧婷決定住我們家 然後也要轉學過去跟有日 一起把高中念完 會不會太扯了 我們兩個好說歹說 花了多少令細 她根本就沒有要理我們的意思 現在 搬到你們家住一天而已 她就什麼都好了 你們家也是真夠厲害 我想 她想拜託的是我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跟你講 那種臭小鬼 你跟她認真你就輸了 搞不好她現在 爽爽的在你們家吃大餐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 鼓哈哈吃乾拌麵 而且她如果知道 妳的傷心難過 她搞不好更開心 不要理她啦 吃麵啦 叫妳不要想我越想越細啊 郭寶 打烏 告訴我 你不要 Sciences 早就好 一个屋檐下今天还好吗 云仔流浪眼泪流下 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